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联盟历史中能在总决赛单场得到40加10加5的球员趋至可数 21世纪以来在总决赛得到40加10加5的球员一共只有5人 其中詹姆斯一个人做到5次 大沙与奥尼尔一个人做到2次 杜兰特 巴特勒以及自姆哥都做到1次 詹姆斯无疑是这5人中最可怕的 詹姆斯进入21世纪一共5次在总决赛单场砍下40加10加5的数据 他一个人就等于21世纪所有球员 这是多么可怕的表现 强如杜兰特也只在总决赛打出过一次40加10加5的数据 被誉为NBA最有统治力的内线球员奥尼尔在总决赛也不过打出两次这样的数据 詹姆斯一个人就有5次 这项数据可能比单场得到50分更难 因为总决赛是一个对抗强度极大消耗巨大的比赛 在这里很多球星状态会下滑 很多球星会面临高强度的防守 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拼强 詹姆斯这样的天王巨星在总决赛非但不会受到影响 反而会大放一彩 詹姆斯打了这么多年总决赛 最精彩的莫过于两次分别是2016年和2018年 2016年对于詹姆斯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一年 因为这年夏天他带领骑士夺冠 得到队市第一座NBA总冠军 系列赛的转折点分别是第五场和第六场 此前勇士3比1领先 但是格林进赛 詹姆斯怎么会浪费机会 詹姆斯第五场比赛和第六场比赛均砍下40分 带队取胜 抢期大战詹姆斯依然兢兢业业 等到了欧文给他的帮助 最后詹姆斯和骑士顺利捧杯 拿到NBA总冠军 这个总冠军对詹姆斯绝对是最重要的 因为代表了他的家乡 他代表骑士夺冠了 而且这年纪后在詹姆斯有一项非常可怕的数据 就是五项数据领跑球队 得分篮板助攻抢断 盖茂都是佼佼者 这也是詹姆斯统治力的直观体现 他可以统治球场的每一个角落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2018年詹姆斯则是孤军奋战 2018年的詹姆斯被球迷们看成最强詹姆斯 技术心态和身体都达到了完美 总决赛詹姆斯曾砍下51分 一个人对抗五星勇士最终输球 球迷们也没有失望或指责 詹姆斯已经做到他能所做到的一切 没有他骑士连继后赛都打不进 单场40分 10篮板舞助攻非常困难 球员不仅要得到高分 还要争抢篮板 意味着这位球员必须攻防俱佳 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传球能力 同时拼命进攻和防守 是一件很消耗体力的事情 强悍如可比都没能在一场比赛 得到40加10加5的数据 邓肯这样的传奇巨星也是如此 詹姆斯一个人就做了五次NBA 历史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做到 字姆哥今年是第一次打总决赛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字姆哥 就轰下40分10篮板舞助攻 前三场比赛字姆哥有两场比赛 得分大于40分 我们不能就此认为 字姆哥未来能在这项数据上超越詹姆斯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 字姆哥只要保持健康 熊鹿依然会是夺冠大热门 字姆哥依然会打出类似的数据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在类似的榜单中 我们会看到属于字姆哥的名字 他是一个超级巨星 也是一个有统治力的球员 今年总决赛字姆哥为我们缔造太多高光表现 属于他的时代或许才刚刚开始 各位球迷朋友 你们如何评价字姆哥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 欢迎在文章下方评论区留言评论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